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个视频制作软件 如果大家有这个视频方面的制作需求 那么你可以来这边利用它提供的这些模板资源 去创作你自己的视频 或者是如果说你已经有视频了 那么你同样可以利用这边的工具 比如说这边有这个AI方面的工具 还有这些视频专用的一些工具 然后呢对你的视频进行二次创作 让你的视频效果变得更好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去使用 首先第一件事需要登录 这个大家自己去做 我们现在呢就登录进来了 这边有个创建视频 点一下 然后选择你视频的比例 点这个开始编辑 然后呢我们先来加一个这个片头 点这个吧 十秒倒计时 这个十秒太长 我们来切一下 找到这个三秒的位置 大概这一块 点这个分割 把前面这个三秒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三秒倒计时 然后我们接着来加这个媒体内容 这边可以点这个上传文件 远远到你自己的一些媒体 或者是你可以接着在这个模板里面去选择 这个都可以 它这个选项呢 一共有两个 一个是加号 一个是这个符号 这个是添加为图层 这个是添加为场景 所谓的添加场景呢 就是添加在这个视频后面 比如我们点一下 这样视频就过来了 如果你这边选择的是这个添加的图层 那么它会添加到这个上面 这样你可以做这个画中画 好 这边我们删掉它 然后这边的话 我们接着来 这边有文字 可以添加标题 比如说你这个视频内容是什么 我们这个是一键换一 我们这个缩写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这个一键换一的标题 这边呢有相应的模板 效果肯定比这个好 大家可以自己去选 你也可以自己在上面去调整 可能字体了 大小了相关的颜色 包括动画 表示这个飞入这种是吧 相关的效果呢 大家都可以自己去选 然后字幕 这边就是识别这个文字 这个我们来试一下效果 点这个自动识别 中文 这个没问题 直接来选 好 生成一下 这个需要稍等 好 这个字幕出来了 大家看这个字幕文字 和这个下面呢是一样的 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而如果你发现这个文字有错误的话 那么你可以手中去修改一下 然后呢这个视频 还有这个图片 这些呢 其实都是在这个原有的视频上面 去添加其他的效果 这个其实功能差不多 我们这边可以随便来选一个 选个图片吧 这边你可以选择现有的图片 你可以选择这个AI 然后去生成这个图片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功能 这个有一些什么样的风格呢 好 就这个吧 我们给她来个微笑的小女孩 她这个支持中文 然后来点一下 这个需要稍等一下 这是生成的结果 通常是两个选项 这个我们可以作为这个图层来添加 把它添加到这个视频的上面 然后这个我们可以对它进行缩小 把它放到这个文字前面 好像就是这段话呢 是这个人说的 实现一个这样的效果 好 这是这样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音频 点一下 这里面呢有很多的声音 可以供我们去使用 当然这边的话 你也可以点这个 然后再添加自己的声音 这个声音的话 就涉及到版权 我之前做过两期这个声音课隆 做了一些完整的 这一段音乐的课楼 要给大家听一下 结果就是传上去之后呢 提示我版权问题 没有办法 后来我都删掉了 所以这个声音的版权 是一个很要紧的事情 这边呢 它有一个隐藏的功能 在这儿 我的账号里面 这边有个白名单 大家可以看这个说明 它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使用它的音乐 发生了这个侵权问题 那么它会帮你解决 这是一个很好的功能 可以让我们使用起来呢 没有什么后顾之忧 这个大家了解一下就行 这是这个声音 这个我们就不去演示了 这个比较简单 这个元素特效 那个视频啊 字幕啊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这个就不去详细介绍了 大家可以自己去玩一下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工具 这边有一些AI相关的内容 比方说这个文字钻云 这边呢 其实跟我们其他的工具都一样 这个就不去细缩了 我们来找一段文字 我们就用这个字幕吧 好这样 点一个生成按钮 出来了 看一下效果 好 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个小工具 就是这个AI自动换装 这个效果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剩下的话 我们最后来说一下这个视频脚本的问题 我们来通过这个视频脚本来做一个演示 这边有个使用示例 我们就用这个吧 婚礼主持人 然后呢 中等就可以了 点示着按钮 也稍等一下 大家看他这边给我们生成了一段相应的脚本 从内容上看的话 确实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和这个婚礼主持是相关的 好 我们点这个生成视频 这个其实就是通过这个文本生成视频嘛 这边呢 是他给我们生成的一些视频 这个大家需要自己去检查一下 因为这个文字生成视频的话 可能几配度不是很高 要大家自己去调整 比如说这些 这个可能不太匹配 婚礼情节 是吧 我们自己来选一下 这边你找一个这种 更加匹配的内容 然后把它替换掉就可以了 最后呢 这边你点这个输出 保存下来你的视频就可以了 这些工具呢 有一些我们刚才没有设计到 这些功能的话 它也可以作为一个单独的小功能来使用 这个还是比较方便的 我们今天的内容就这些 大家拜拜